柏林啊 弘里啊 上榮 邱君 先讓我這個老屁股呢 再苟延殘喘一下 起立等我八年 我會想辦法讓你知道 我是一個歌手 我打算去參考那個 媽的多重宇宙的男配角 關繼維 YahooTV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徐薇翔 YahooTV的朋友 我覺得在以前會想 就是這是我的夢想 就是入圍最佳行人 是我的夢想之一這樣子 但其實在這一屆金曲獎之前 其實我已經就覺得說 金曲獎就是一個未來有機會再說的事情 因為我小時候對這個獎項是非常有期待的 也幻想過很多次 入圍啊 或是 maybe有一天我可以站上那個舞台 然後讓大家知道我是誰這樣子 可是可能年紀到了吧 年紀到就覺得說 沒關係這些都OK啦 有也很好啊 沒有也沒有關係啊 我還是那個 繼續唱歌的人啊 並不會影響我接下來 繼續想把歌唱好這件事情 對我沒有看 我刻意不看 我刻意不看 對我刻意 超級刻意不看 我直接開飛行模式 開始打掃家裡 大概半個小時之後啦 把它打開來 然後就 那個時候是收到很多人的 祝賀的訊息 柏林啊 銅李啊 上榮秋君 銅李跟上榮 他們來祝賀我的時候 我有跟他們講 我說 兩位將來 這個音樂市場 就是你們年輕人的天下 先讓我這個老屁股呢 再 你們可能還不太需要這個講 但我已經老了 先 先讓讓我 以後就交給你們了 唉 唉 怎麼了 看來想說 是見不到啦 最近聽說 奕迅受傷了 Oh my God 真的是 不然想說 他也有入圍嗎 他說 沒機會 我見過他 但是 不是在野傑 是我還是 去他簽唱會的時候 買了好的專輯 拿到了號碼牌 我就去旁邊 買紙跟筆 然後我就要寫信給他 我以前已經寫過一封給他 當然那一次又不太一樣 就是我第一次寫是 七里東王八年 我會想辦法讓你知道 我是一個歌手這樣子 然後後來 就是又隔了幾年嘛 還沒有成功 然後但我又遇到這個簽唱會 我又再去寫了一封 就真的 到台上去 然後 兩千萬名 然後把卡片遞給他 然後他就跟我握手 然後我就抓他 我就超級緊張的說 一封 你再給我一點時間 我會用音樂 用唱歌這件事 讓你知道我是誰 然後眼睛都不敢看他 然後後來我講完 我看他 然後看著我 加油 我腳都在抖 我全身都在抖 但是後來 這個願望是沒有實現 就是沒有如期的實現 那個時候 沒有如期的達到這個夢想 我覺得對我生命來講 也是蠻有影響的一件事情 就是好像 也不是說你一定要在什麼時候 完成什麼事情 或者是你也可以再往死裡鑽 就是說我怎麼沒有在這個時候 完成一件事情 這件事件讓我在 就是關於追逐夢想上 或是一些 目標上 其實是蠻大的影響 有啊有啊有啊 一定有的 對啊 我也很喜歡我自己 這一張作品 如果能夠得獎 當然很好啊 還沒 但是有在 在理 我打算去參考那個 媽的多重宇宙的男配角 關繼偉 他在奧斯卡 拿最佳男配角的時候 的那個 致詞 因為他們說這是 致詞的模範 就零失誤這樣 所以你自己要找很高 不 我想參考一下 還是要參考一下 未來的話 會發一首新的單曲 像歌迷期待你跳舞 你自己會享受到強勢之類 就當歌迷的夢想吧 那你就可以繼續有這個夢想 不用不用不用 我是肢體上的 對啊 哈哈哈哈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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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